朋友们,晚上好啊,这期节目给大家讲一个农村的故事,发生在很多很多年前,由于最近更新的故事呢,全篇一现代,咱们说点农村的事,因为好多小伙伴呢,对于农村的故事,老好奇了。 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是咱们家一个叫橘子红了的小姐姐,她的姨奶奶,讲给她的,她说我的姨奶奶算是我的大姨奶奶了。 我的大姨奶奶呢,呃,现在如果要是活着的话,可能得快一百岁了,虽然呢,我奶奶身体还非常健康,但是姨奶奶和奶奶两人差着十七岁,也就是说虽然姨奶奶是我奶奶姐姐,实际上跟她算是隔代人了,所以我奶奶在家里排行老小,家里呢,都管她叫小闺女。 哈哈哈哈,这个姨奶奶跟我的姨奶奶有点相似,大家听到这儿,感觉非常像,对,我也有这么个姨奶奶,打小也爱给我讲这种故事。 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橘子小姐姐,怀念起来自己姨奶奶讲述的这些这些故事,它里边是带着丰富的综合情感的,而且这种情感是一辈子都不可以抹杀的。 而且橘子还跟我说什么呢,说哥,你是我听讲鬼故事讲的最好的,但是跟我姨奶奶比起来差着几分位都,我一点都不省气,我真不是跟大家胡说,因为那是儿时的回忆,那谁也比不了老太太坐在炕头上,给你叙述当年的这些事情,那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咱言归正传,说姨奶奶讲的这事,这事发生在姨奶奶16岁这年,姨奶奶16岁这年,也就是说咱们家橘子的奶奶还没出生呢,这会儿姨奶奶还没有出嫁,在家里边算是大闺女了,说白了吧,16岁在农村没嫁出去,家里已经有点着急了,所以姨奶奶天天在家里边不知道干什么,自己心里边也慌得慌。 但是后来过了这么几天吧,姨奶奶就听说自己啊,一个姨,距离他们这个村子不太远,生了病了,而且病得还挺严重的,并且当年姨爷爷也是刚刚离开人世,姨奶奶觉得自己住在家里边有点不合适,天天,嗯,大姑娘是不是,天天也不出嫁,就主动提出了,妈,要不我去照顾四姨去吧,那个,我上四姨那儿看看去。 她妈一听,哎,不错,必定是自己的亲姐们,不能这么眼瞧着,没人管,因为四姨啊,家里就一个独女儿,这独女儿还给嫁到宝丁去了,嫁得特别特别的远,他们是东北这边的,还有就是老年间的这火车交通都不发达,闺女一旦远嫁了,那就完了,等于就不再管爹娘了。 所以当时呢,姨奶奶她妈,就是橘子的太姥姥,就答应了姨奶奶,意思是说你去吧,她身体不好,照顾照顾她,帮着伺候伺候,然后就找了村里边,一个叫老果的,赶了大马车,当天就给她送走了。 然后就是到了姨家了,她姨一看,她来了,给她姨给高兴的,哎呀,宝啊,你可来了,没人管我呀,没人陪我,自打你姨父走了之后,就剩我一个人了。 姨奶奶在一看自个儿的姨,其实岁数不大,挺年轻的,你想是她,是她妈的妹子,她妈这会儿岁数也不是说太大,姨奶奶心里边就难受啊,小姨你怎么这样了,家里边就挤个干啵啵,炕头上放着碗凉水,你就这么过日子什么。 那你这,这有点病,你这是越来越重啊,这治不好啊,对不对? 弄得姨奶奶是特别心里边别扭,所以打这天开始呢,就认真地照顾自己的这个姨,把自己的姨啊,照顾的是无为不至,天天给收拾窝子做饭,把家里边弄得生机勃勃的。 而且姨奶奶当时啊,特别认真,她觉得这是自个儿的姨,照顾的特别的仔细,每天呢,不但把火炕烧得热邦邦的,屋里边也闹得灯火通明的,而且晚上娘俩呢,没事就唠唠嗑什么呢,小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着。 其实说实话,逐渐啊,自己的小姨这个脸色有好转的迹象,但是身体还是不好。 那会儿呢,姨奶奶虽然才十六,但农村的孩子早当家,能张了事儿了,就问呢,给小姨看病的郎中,这到底得的啥病? 郎中说我也说不清楚,应该是因为她男人走了,孤与寡欢,心病并没有说是什么真正的食病,也没有风寒,也没有感冒,身上也没有什么炎症。 而郎中最后就是说告诉小姨你多多陪伴她,多多照顾,尤其是千万别冻着她。 所以说小姨呢,打这儿起呢,把这家里的火炕烧得是特别旺,她说一点都不夸张,那火炕让我烧得每天呢,躺在上面,上面得铺上一层棉被,不然的话呀,直接接触火炕是不行的。 所以说听到这儿,大家应该能明白,咱们姨奶奶照顾当时她的姨,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可是这接下来,接下来姨奶奶在这儿照顾小姨,照顾柳这么几天吧,每天就感觉越来越不对了。 什么地儿不对? 首先就是每天到了晚上,姨奶奶每天,刚才咱说了,把火炕烧得特别热,可是到了晚上自个儿睡觉的时候,她一到了夜里就感觉后肌尿发凉。 甚至拿手会伸到棉被下面,这火炕还着着吗?拿手一猫火炕是碰热,问题是自己躺在上面,总感觉有股凉机来。 到白天的时候,姨奶奶问过那个小姨, 姨啊,怎么咱们家老有凉风呢,尤其到了晚上,要不我检查一下窗户纸儿,有没有没封上的地儿啊? 不用,不用,这窗户纸儿啊,是你姨佛临走前封的,封得老好了,不是这个事儿,其实我没跟你说,我也老感觉后肌尿发凉。 孩子,要不你走吧,姨总感觉自己活不长了,我怕把你给影响了,别把你耽误了,你这年纪轻轻的。 哎呦,当时姨奶奶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小姨你别瞎说,你这这么年轻,你不瞎说爬道吗? 咱怎么能死了呢?还有我呢? 小姨当时听完心里边暖暖的,但是没用,她自己就是感觉自己不对劲了,其实这并不是胡说的,因为自打这天开始啊,小姨也把这事儿上心了,天天观察。 是,是感觉不对劲,再加上从小听老人们说过, 这人哪,一死之前,人气儿先慢慢的没,到了临死那天,人气儿就还只剩些一点点了,你进到那屋子里边会有一种压抑感,这种压抑感一旦袭上心头,这人就大陷将至儿了。 所以说,姨奶奶当时呢,心里边也是颤抑,但是在看自己小姨,小姨的身体情况逐渐在好转,也就没再多想了。 可是,这接下来,接下来在姨家住到有这么二十多天了,有这么一天晚上,这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让小姨没法接受的事情,大概是晚上一两点钟了。 由于咱这故事发生在早年间的农村,姨奶奶也不知道到底是几点发生的,只知道肯定是深夜了。 夜里边,姨奶奶又觉得这后纪念鼓发凉,自己就琢磨这怎么回事啊,我要不再拿床被子去吧,或者我再看看炉灶,是不是得添点火去? 然后就把眼慢慢地睁开了,当时并没有起身,只是躺在床上睁开的,可是这一睁开眼睛,只见自己睡在旁边的小姨,身在上面站着个人。 姨奶奶当时懵了,啊,坏。 可是这话没说出来,本来当时是想叫的,但是一下情绪稳住了。 怎么回事,这屋里边一个病歪歪的女人,一个十六岁大的小孩,您琢磨琢磨,叫了有什么用啊? 因为骑在姨奶奶身上的这个人,身高得接近一米八,典型的一个东北大汉子,而且这人身上臃肿,看样子还挺装实的。 可是这分析的透彻又有什么用啊? 这可怎么办呢?这男的明显是要害小姨的。 姨奶奶当时拿被子咬在嘴上,就这么侧眼看着,正在琢磨着对策到底该怎么着。 可是这接下来只见这个大黑影子男人,没发现姨奶奶是醒着的,然后弯下腰来对她小姨的嘴上,就亲过去了。 哎呀,这会儿姨奶奶心里就哆嗦了,哎呀,这还是个节色的。 完了,她这是要照顾小姨下手啊。 可是这接下来再往后边,姨奶奶判断错了。 这男的虽然拿嘴撅着是奔着小姨脸去的,但是到了小姨脸的旁边,不再低头了。 把嘴跟小姨控制在五公分左右,然后张开大嘴,对着小姨的嘴上开始吸。 这男的张开嘴,对小姨嘴上这么一吸啊。 从小姨的嘴里冒出一股黄烟来。 这股黄烟是她小姨嘴里边冒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颜色还挺重的,而且发着微微的淡光。 一口一口地就被这个黑影的男人吸到体内了。 小姨当时躺在那儿,还是不敢动。 这这是干什么呀?她要干嘛呀? 这会儿可能才刚刚也是到,这好像不像是个贼。 这东西我怎么感觉越看越像家大人们说的鬼呀? 可是反应过来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使得姨奶奶是更加害怕了。 再接下来,这男的对着小姨的嘴,足足吸了得有十多分钟。 姨奶奶当时躺在被窝里边,度日如年呢,这十多分钟就跟过了一夜似的。 可是,忽然间那一下,貌似这男的像是吸完了,刷就在小姨身上,消失了。 我的妈哟!姨奶奶这会儿这才喘了一口气下来,可走了,可没了。 可是这会儿已经百分之百确定,这不是个人。 但是这接下来,姨奶奶当时是特别纠结,我到底喊不喊醒我小姨,我能不能跟我小姨说这些事啊? 小姨身子骨气呢怎么弱,这又招上了鬼,我这不害她吗? 但是又纠结了半天,她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小姨是死是活呀,是不是已经被这男的害死了? 因为小姨躺着睡觉,睡得特别沉,没动静啊。 然后姨奶奶纠结了半天,实在忍不住了,就趴到小姨旁边,捡她手,放在小姨鼻子上,看看还有没有呼吸。 当时啊,说实话,姨奶奶有点太敏感了,再加上东北的天冷,屋里边冷热交替,交替得不太正常,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手放到鼻息旁边,发现自己小姨没有鼻息了。 姨奶奶顿着十分了。 小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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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还没叫了两句,只见小姨,啊,怎么,怎么了? 哎呦,这一下,姨奶奶这才平静下来。 小姨,你没事啊? 没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那个,丫头给我拿口水。 哎呦,姨奶奶这一下心子才沉下来。 小姨没死,马上下地就给小姨拿水,这会儿什么也不害怕了,因为刚才给下机灵着。 可是您别忘了,小姨这儿过不去了,大口的喝完姨奶奶递过来的水,就问,丫头啊,怎么了? 你刚才干嘛呀,给我寒醒了,你哭什么呀? 当时,姨奶奶呀,是想说瞎话呢,可是农村姑娘,又是那个年代的姑娘,臣编不出瞎话呢。 你说现代人,好多人张嘴就来那瞎话,那会儿人编不出来,没编了几句,就让自己小姨给看出来了。 宝儿,你告诉小姨怎么了? 不对,肯定有事,你哭什么? 最后,在小姨的威逼之下,姨奶奶是没辙了,就把刚才所有的一切,全给说出来。 但是,这说出来之后,她万没想到。 她小姨并不觉得奇怪,反而很坦然,但是并没有给姨奶奶讲清楚。 姨奶奶当时话已经说开了,跟小姨这儿没什么可瞒着的。 小姨不说这件事,姨奶奶是过不去的,姨奶奶打小就是急脾气,就开始逼问起来小姨。 姨啊,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说行吗? 我怎么感觉你根本就不害怕呢? 最后啊,这些中途的事咱就不说了,你俩俩是打过了半天。 最终,小姨被姨奶奶逼得没辙了,就把这事告诉姨奶奶了。 丫头啊,为什么昨天我说让你走呢? 不过,我说完之后啊,你别害怕,你也得理解你小姨。 小姨的确没人陪着,我自己也难受。 丫头,我跟你说吧,小姨活不长,活不过去年纪。 你姨父呀,自己在下边不行,想我,天天晚上找我了。 我们俩呀,前些日子聊过,那会儿你还没来了。 姨父说,如果要是我能下去陪着他去,也不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天天呢,得吸我的阳气。 这样呢,我也不用受痛苦,慢慢的就走了。 而且姨父在下边找人问了,你姨跟你姨父呀,阳尘并没有进。 我们俩虽然死之后啊,但是都是离不开的,还得在这尘世间呢,飘上个几十载。 你也不用为小姨担心,等过些日子小姨走了,简简单单的,把我一埋,就完了,我呢,跟你姨父就四处飘去了。 姨奶奶当时听到这儿的时候,身子都开始麻了,俩嘴都张不开了。 小姨,你说胡话了是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哎呀,丫头啊,一骗你干啥呀?那是我男人,我不怕,但是你姨父人不坏,也都是经过我同意的,我也愿意走。 我活在这世上也没劲了,你姐姐也不回来看我,你不用怕,你姨父不会招你的,啊,她就是招我来的。 哎,你自己也瞧见了,你也没啥可骗你的,但是你要是害怕,明儿你就走。 可你不能跟你妈说这事,你就说我好了,让她们别担心了,你要是不害怕,小姨愿意让你在这儿留着,小姨孤独啊,必定这也是我人生啊,最后的一程路了。 顿时间,姨奶奶绷不住了,张开大嘴,啊,小姨啊,我不想让你走啊,你怎么这样呢,你,你还这么年轻。 哇哇哇,就跟着小姨抱在一块儿就哭起来了。 可是,小姨最终给姨奶奶的解释啊, 孩儿啊,你还不懂爱情,你还没有结婚,还没找到男人。 咱们农村人啊,跟城里人不同,婚姻都是包办的, 但是,我跟你爷父过得真的是挺好的,这一辈子啊,就她一个人疼我。 你也知道,你老他们走得都早,打小呢,我跟你妈姐儿几个,没人管。 好荣玉山这么个好男的,她还是个短命的鬼,你说,你让我怎么放得下呀? 再说了,我这姑娘,当初不听,非嫁给,那嫁到这么远去,你现在弄得我古老终身,我总不能早标着你吧。 孩儿啊,你能管我一年,你管得了我一辈子吗? 没一两年,你也得嫁呀。 马上啊,咱们这姨奶奶就急了呀。 咦,我少你一辈子,我不嫁了,问题是这些话,她自己说完了也都不信,这都是性情话,它不是现实情况。 但是啊,虽然这话说得有点生冷,是事实,不过咱们姨奶奶打小就讲意见,真够意思。 虽然看到了这么吓人一幕,发生了这么吓人的事,姨奶奶并没有离开她小姨,后边足足给小姨是守了整整两个多月,直到最后小姨变得是面黄激瘦,床都起不来了,姨奶奶这才雇上了大车,回家报信去。 赶等回家报信的时候,她妈一听,就是姨奶奶的妈妈,你知道这事之后哭啊,孩子你怎么不跟妈说呢,你说我这现在怀着身孕了,啊,我这怎么弄这事啊,但是姨奶奶那会儿小,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再加上小姨又不让说,孩子等于就成了背锅侠了,等于她妈还有点怪她,还有点怪姨奶奶为什么没早说, 可是这会儿已经没有救了,小姨那边病入膏肓,到了当年过小年的那一天,就离开了人间了。 然后小姨走了以后,家里边的人就是她母亲这边,好多人怪罪姨奶奶,你这孩子你怎么不通知我们呢,你别忘了她还有舅舅什么的了。 最后到这会儿,姨奶奶终于能说实话,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说给大家伙听。 所有这些长辈们听完了,没有一个说话的。 那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啊,没去过农村,对农村不太了解,农村人不怕事,什么事都不怕,大洪水都不怕,他们都敢为之抗争而斗争。 可是,农村人在那个年代,接受思想教育,还有接受现代化的教育是非常匮乏贫瘠的,他们是最怕遇到这鬼神之说。 一听说是姨父回来,要拉小姨走了,所有的这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就都不年月了。 朋友们,晚上好啊。 今儿的事是一个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兄弟给我提供的,他说我们内蒙古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有这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什么变化呢?因为那会改革开放嘛,大家呢,就把这个改革开放的落实政策,全部都给放在这些民户上了,就是当时当地的一些农户们。 这些农户们呢,一开始呢,不拿这当事,可是后边呢,大队这边就开始有人带头了,带头站起来,支持农户们,逐遍地转换成为养殖户,帮着国家呢,养动物,养家畜,养完之后呢,国家有专门的人收。 收完之后,不但你能得着利润,而且呢,还能得着各种荣誉。 所以说这种活动呢,当时在八十年代初期,一下子在我们那蒙古这边,就发动起来。 那时候啊,各村各村之间的这些养殖户们,我们是要参加比赛的,啊,有那种业绩的大比拼的比赛,而且到了年底,谁拿了优秀什么的,不但有名称,而且呢,奖金还非常丰厚,所以大家都非常积极踊跃,尤其到了八二年这年。 这年呢,基本上呢,叫全民养殖,什么都不干了,大家伙呢,各自都逐渐的变成了个人养殖之后,养殖的这些农处的是逐渐的增多。 但是,他这大量的养殖之后,咱们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土地不太够使用了。 那咱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就会觉得奇怪了,内蒙古地大物博,地广人稀,怎么土地不够使用呢? 我跟您说,您不能在草原上养这东西,您说的那个地广人稀,那都是人家本地人,或者说是人家少数民族,手里边属于人家个人的一些草皮草地什么的。 你不能拿来养这个东西,你给人祸祸了,我们都是一些外来的内蒙古人,不是说真正的本地内蒙古人,所以我们当时能分配的这些土地,是很有限制的。 那这,由于全民开始冬月养殖,很快就把周边的这些土地给使用完了,但是,有些后来者,他们一开始呢,觉得这不赚钱,或者不敢于投资,结果呢,一看人家都赚了钱了,他们眼红了,他们也要养, 可这会儿您别忘了,没土地了,对不对啊,可是他们看人家眼红啊,一个个赚钱赚的这么凶,自己没轮上,能不着急吗,天天的就跟村大队闹,村大队当时被迫无奈啊,一点办法没有啊,也得给这批当初没有干过的人想办法,结果呢,村大队当时就打起了一些周边闲置土地的主意,但是,我跟您说个重点, 这些闲置的土地,为什么在那儿放着闲置,是因为它都是有缘由,不能给人使用的,可是这些农民们一沾到钱,当时是不管不顾的,凭什么不给我们使用? 然后村大队就会说了,那好多是野坟,不能用啊,这农民马上就闹啊,你们这封建民心,没人不让我们用啊,你想这村大队怎么办呢,没话说了呀,所以说一看这个,你们这么努力,这么认真,非得用,对吧? 那行吧,破于无奈,结果就把一些没法使用的土地拨给他们了,不但拨给他们了,并且在拨给他们之前,还特意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啊,自求多福 地里边的厉害情况,我也跟你们说清楚了,你们呢,自己以后多掂领着吧,但是这些农民们他们不管呢,不管不过,就干,我们就干,然后呢,很快速度的,第二批养殖户,就在他们当时周边的几个村子,快速的又实时开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到咱们听友他爸这个村了,咱们听友他爸这个村,当时有这么一片地,这片地就如同咱刚才说的,是按照这几个村的这片地衡量来讲,那是最邪性的一片地 因为他爸说,我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告诉你们,打我小时候,我的爷爷奶奶就不让我们去,而且啊,就我爷爷奶奶那代人呢,讲的那些故事呢,一海了 全都是发生在我们村附近的那棵黄地上,那片黄地上有几棵老树,剩下什么都没有,再剩下的就是一大堆黄坟头子 但是经过风吹日晒,您就失修,没人管呢,也不知道那是谁的坟,所以呢,等到八十年代那会儿呢,您真到那片地上,您什么都看不出来 只能看见几片老地,可是老人们都知道,那片地是片黄坟子 但是这些事啊,已成事实,接下来很快速度的在这片黄坟地上,就建立起来好几间大的小小的农舍来 当时分别有六个养殖户进行承包管控的 然后接下来,这些养殖户呢,后来者算是能居上的,非常努力,真的拿这个挺珍惜挺当事情的 很快速度的鸡、鸭、鹅什么的,就在这片养殖户的土地上,开始繁殖下来了 没些日子,有个小半年的光景 这新地上的这些农户们,一个个干的,都红红火火的了 可是这刚刚稳定下来,也就刚到了来年的冬天,还没有真正的入了冬呢 结果又一天晚上,就出了件邪事 这天晚上大概是九点多钟,全村全都歇了 当然每个养殖户都在家里,还在忙活着 那养猪不是那么简单的,晚上有事您得盯着 当时呢,新区那边养殖地那边啊,有这么一户农户 夜里边,家里边有三头猪,可能是要下崽 他们就连夜派人看守着 可是,赶等这天晚上 忽然间的呀,就看到他们家的那个养猪的射棚的棚顶上 来回来去,有个人在棚顶上走动 我的天,这多吓人呢 大晚上的,对不对啊 啊,大棚顶上怎么有人呢 一下子养殖户就惊了 谁啊,谁在上边啊 可是这声喊叫完了之后,上面那东西不理他 但是,这东西一不理他之后,他就更惊心着了 他就仔细看 越看越觉得不对 这正常的一个大老爷们,在这种养殖棚的棚顶上走 您别说大高个的,您就是小瘦个儿 没两下就能把这棚顶踩塌了 可问题是,这人呢,在上面拦蹦带跳的 这棚顶上只发出来一点轻轻的声音 那所以一下子他就意识到了,好像不太对劲 感觉房顶子上这个不像是个人 马上这养殖户回去就叫他媳妇去了 哎哎哎哎哎,快起来起来 咱家房顶子上来了个东西 在房顶子上溜达,黑乎乎的是个人 但是没什么分量 我感觉像是闹了鬼了 你看这大队说了 说咱以前这片地是片坟地 咱不会招生什么事的吧 问题是,他这叫他媳妇去说了一大队 只能说是分享一下 得不到什么作用 他媳妇听完更害怕了 干嘛呀,你这是当家的 你这是让我出去跟你能干什么呀 我一个老娘们,对不对呀 你快别说了吓死我了 你也别出去了,咱在屋里躲着吧 可问题是接下来躲在屋里 没躲两三分钟 结果就又听见猪圈里边的猪 呲呱烂叫的开始叫唤 坏了,啊,这看来不是冲我来的 这是冲着我们家猪来的 那朋友们呢,有句俗话啊 叫动我财者如是我父母 当时的人们也是这样的呀 你弄我可以,你把我吓成什么样都行 你动我这猪可不行 这是我命根子 这男的一琢磨 就要拼了命了 媳妇当时在边上拦他 哎呀,你别出去啊 你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可这男的顾不了了 跑到后院里边拿了个草垛叉子 就是叉草的那个 拿着这个草垛叉子 奔着猪圈就去了 结果到了猪圈呢 好嘛 只见这黑影子在猪圈里边烂动了 一直呢,围在猪圈里边 好像是不知道要干什么 老想逮这几只猪 当时猪圈里的这些猪吓得在猪圈里边烂窜 结果他拿着这大叉子 推开棉棉帘子进去之后 就是一声大喊的 干什么 你干什么 您听见他这口气了吗 实际上他害怕 他这是给自己壮胆了 但是由于当时喊声动静特别大 把旁边几乎人家也给惊着了 而且很明显接下来 就听见旁边人 有人在外不喊 老郭怎么回事 出什么事了 而且一边喊着 也一边往他这边走着 一下子他就壮了胆了 你们快来呀 我这是出事了 然后接下来那几个人 就很明显往他这跑 他一看着来人了 马上态度就变了 哪里叉子就要往猪圈里边跳 去叉这黑影子去 那这黑影子一瞧 哎呦站不住你了 哎呦行啊够厉害的 得了吧我跑吧 这不是黑影子说的 这是我说的没这事 就是他往里边一冲 这黑影子自溜 就顺着后窗跑了 这天晚上这插曲 闹完之后啊 当时不有几个人 正赶过来吗 但是这几个人 人家没看见这黑影子 只是听他讲 而且他媳妇也没跟他出来 也没瞧见这黑影子 所以呢 等于就是他一个人瞧见了 那么这些人 他不会说一下就百分之百 相信他的 所有人都怀疑 老郭啊 我知道咱这片地是坟地 你可能晚上有点紧张 不会真看见鬼了吧 您看见了吗 大家伙不是说特别信的 但老郭真急啊 什么 我真瞧见了 我还拿叉子跟他搏斗了 可是老郭这越描越黑 大家伙就越来越不信 虽然这天晚上的事啊 转天传在村子里边的人都知道 可是没有一个人提起警惕性来的 而且再加上 当年您别忘了 是老郭他们这一行人 跟大队闹的 非要在这片地上盖农舍 所以说他们也没法找大队去 只能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状态 继续在这坚持着干着 但是再到了后边 这事过去了 也就没超过七八天去 又有这么一天晚上 这天晚上九点多钟 老郭听见农舍里边啊 传来奇怪的声音 好像像是有人在农舍说话 但由于前车之鉴呢 前两天农舍不是出过那怪事吗 老郭就特别的惊心着 提前的就拿好了草叉子 奔着农舍那边就慢慢摸过去了 可是这慢慢的摸到了农舍边上 老郭就听着农舍里传来的声音 那是越来越清晰了 老郭当时一听 哎呀 这说的什么呀 怎么回事 一下子听农了之后 顿时就害怕 当时老郭不敢进去了 蹲在农舍窗根底下 就开始偷听里边到底在干什么 结果您猜 他听见那什么呀 只听着农舍里边 一个小孩 在那说话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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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要是这样进去了 那我就变成猪了 孩子 没办法 赶上了 咱今儿了呀 都得成猪了 我不想当猪 当猪了 早晚让人吃的呀 没招了 孩子 忍着吧 一会儿啊 以后你就不认识爸爸了 咱俩人呢 就不是父子了 而且呢 咱俩就成了兄弟了 啊 希望下世啊 咱还能相见吧 儿子 差不多到时间 要是再不进 可不行了 这老郭在门口 就是听有他爸啊 越蹲着越听越害怕呦 现在一下子好思想是明白了 为什么前几天 有个大黑影子围着他们家转 现在貌似都明白了呀 可是 几位啊 这人可是有好奇心的 换做您 你也这样 再加上草原上的汉子 胆子大 那草原上 到了晚上 您知道多吓人吗 正常人在上面待不了 老郭顿时间 这好奇心就压过了恐惧之心 就开始蹲在窗根底下琢磨 哎 我要不拔头往里边瞧瞧吧 没一会儿啊 自己就控制不住了 因为里边说话的话语声 一直没断呢 干脆 老周就慢慢抬起身来 扒开小窗户往里边看看 看看到底这爷俩是什么样的 我的妈呀 结果老郭的这个头一探出去 朝窗子里边一瞧 只见里边一个穿着那种怪怪衣服 一看就像是古代小孩打扮的一个六七岁大的孩子 站在猪圈边上 然后这孩子边上站着一个身高可能得接近一米九以上的一个大黑影子 可是就当刚看到这黑影子的时候 老郭这正紧张着了 他发生了一个失误 什么失误 他手里边拿着一个大草叉子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没注意上端 一下子撞到 这门门口上面这么一个小铜件上 这小铜件当了当当 当了个吊环 挖在这个上门框子上面 这一碰 那小铜件不得哗啦哗啦响吗 一下子就把屋里这爷俩给惊着了 这爷俩顿时间就朝着老郭这边看来 老郭当时展门外边 哗哗哗一下就蹲在地上 一动不敢动 此时那外边的天是黑的 老郭心里边都难受坏了 自怕这爷俩从里边出来呀 不知道该怎么对付自个儿了 可是在下边蹲了可能得有三分钟吧 腿都已经完全蹲麻了 老郭发现没动静 但正当自己在这琢磨 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老郭就听见这屋里边传来 这老母猪的叫声 学不会啊 大概就是这样 老郭当时一看坏了 他们这是没对我下手 又对我家猪下手了 结果财迷心窍的风 又上了心了 拿着叉子也不管不过了 直接就冲进去了 但是这一冲进去 我的天哪 只见这老母猪正在生产 当时已经生产出来了一只 小白猪 和一只小花猪了 那顿时间老郭站在猪圈那儿都懵了 这真是偷胎的呀 可是这还没完 老郭这刚说完这话自言自语的 结果呢 生下来其中那只白色的小猪 张嘴对着老郭说 多杀我 多杀我 别杀我 别杀我们 好了朋友们 这几故事给大家说了 但是我感觉后边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应该咱听有他爸吓得够呛了 产生幻觉了 越来越玄幻了 我觉得 如果要真的是我们农村的 或者打小了 在村里边待过的人 他应该 听过类似这种 在村里发生的邪事 他们呢 可能会相信他 但是我告诉大家 大家可千万别信啊 这是个故事 咱们别放在心上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今天咱就到这了 朋友们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